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贼都想活人 谁不想死 有的时候梦到他们拿刀追我 全然的人几乎都不信 不相信他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想出于马王赚的线 说实话也挺苦的 就那么大一地方 直到杀人问 正常情况下有几乎很怕的 谁不是变态杀人狂人的 我没想过自己能活着 当时脑子已经空白了 不知道了 把他浑身发抖 在那种情依下 全他内的人 几乎都不信 不相信他 就跟一个人 不是没有自己弄 拍一张的 想跟人说 你都不知道谁到说 可能自己慢慢吸 那个ứ问题 唯一想法就是啥 就是刚给回到国内 尽快回到国内吧 现在离家近一点就近一点的 如果死了 那死了 能跟他们有的话 离家吧 这件事情到后来吧 总是这些人 唯一我们两个人 唯一 手上没有分析 算不上他们 一会 回来 谁不能保证不出呢 你就不宜再想把这事情说 毕竟自己也参与了 谁也不想 虽然是被嫌恨的 清理主义当时 跟我们说的话 是 我们没有权利去判 谁去死 谁去活 你必须要真去做那件事 必须要自己去承担后 你确实去做 倒是下串 但是心里也挺紧张的 因为不知道具体后来会怎么样 但是等上陆地之后 从踏上陆地那一刻起 两个物件 帮我们驾一下之后 带上车 当时就是驾现在这 心已经落地了 很多朋友 同学 还有亲戚 就是他们都知道 知道过这件事 我也从来没去跟他们隐瞒过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们还跟以前一样 而且有的是 还是比以前对我更好 感觉没什么要 虽然这件事 虽然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 但是我也不至于这些事去 撒些谎去骗他们 我如果要是想在鞋子呢 只要感觉哪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件事 我先告诉他 不想以后 因为这件事 他知道了 知道之后 以为我是骗的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都说我出来之后 就变了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说实话具体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 我自己会这么想 因为怎么说 现在社会比较和以前比不一样 出来之后 根本就不知道外分是什么样 变化有多大 那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四季手艺 社会都不现在比太现实了 没有那些物质上的 有几个去愿意去和你一起过苦的人 不是说一个秒是太少 那我们也运气遇到 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是这过程还是不会为钱太去仇 这些东西 那也就是 家人这边吧 身体能好点吧